吹啟 老板 这来的人是谁呀 居然劳宁大驾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呢 哎呀 哪那么多废话 我跟你说 今天要等的这个人 别说是等两个小时 两天都在等 是是是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行了行了 我等功与九州帅帅 五年了 我终于回来了 林家 害我爷爷跟父母 断我双腿陷我入狱 这笔账是时候该算了 少帅大人 属下等人已经全部准备好 让林家祭天 少帅大人竟然是林家的养子林阳啊 少帅大人 我是江城首富徐山 代表江城为您准备了一场接风宴 不知道您有什么安排 我要先去一趟林家 接风宴就改在三日之后吧 是少帅大人 刚好我知道现在林家的住处在哪 我现在可以带您去 嗯 公祝林氏集团上市 喝喝喝喝 今日之后 我林家必成江州之龙啊 家主威武 哎呀可惜啊 本来邀请江城首富徐山参加演会 可是呢 他今日却去迎接尊贵的少帅了 九州少帅 先让徐总去迎接 是啊 那可是来自战区的大人物啊 我林家 什么时候有资格邀请 少帅大人做客 就算死 也值了 此话若当真 林海天 那你现在可以去死了 林 林阳 好你个贱人 这么快就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五年前 害死老爷子和大某一家 初遇之后还敢出来献烟 快滚 五年前的始作勇者到底是谁 你们心里应该都很清楚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爷爷 是谁 是谁 林阳 你好大的胆子 敢谋害老爷子 你就这么着急上位吗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你 除了你还有谁在现场 来人 把他腿打断 跟进监狱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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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拿走的 爷爷 帮忙 我儿 小子 你是有什么愿望吗 我要亲手 给爷爷他们报仇 好 那就去战场吧 林阳 看在你是林家的养子 我就饶了你 赶快滚吧你 爸 不能就这么放了他 来人 给我把他抓出去 大胆 我看谁敢对少帅大人无礼 少帅 少帅大人 请问林家人怎么处理 少帅大人 此事与我无关啊 放过我吧 凤凰 今日之事我自己解决 你先下去吧 是 林阳 不可能是少帅啊 这里面一定有鬼 林阳 你敢冒充少帅 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 林阳 你敢冒充少帅 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 就是 你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九州少帅 你是找的群演陪你演戏的吧 没出息的见 他说他是少帅 他就是少帅了 林阳 蹲了五年监狱 胆子变大了呀 还敢冒充少帅这样的大人物 你要是少帅大人 我呸 还需要自己带人来 让这些人下去 是不是付不起打手费了 我的腿 我的腿 当年爷爷的死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届时 就是你们的死期 徐总 你已经见到少帅了吗 我正在参见少帅大人 你们林家闹出这种事情 以后就别再想上市了 你们林家闹出这种事情 以后就别再想上市了 徐总 正在参见少帅 这林阳 根本不可能是少帅 TMD 欺我林家 还毁了我林家上市 林阳 一定会找你算账 少帅大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 把我送去一个地方 我要向一个女人道歉 少帅大人 这天下还有什么样的女人 值得您去道歉 自然是我亏欠了五年的夫人 是是是是 马三 我女儿不愧是推了虎爷的儿子一下 你干嘛这样对我 凭什么 就凭有个堕牢的老公 虎爷的儿子推了你女儿一把 骂你女儿是野兆 我看一点都没骂错 看完 今天好 马三爷我陪好了 希望女儿去帮你美颜几句就放了你了 你是谁 我可是虎爷的人 你等死吧 什么虎爷狗爷 快回去告诉他 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 行 等着 小心你女儿的命 娃儿 我回来了 这五年 你受苦了 但英雄你是我爸爸吗 是 诺咪 爸爸回来了 爸爸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你了 老公 你刚刚打了麻三 我们还是快跑吧 不然虎爷知道了 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放心 我回来了 该逃的 是他们 你看 今天有桃花哦 嘿嘿嘿 这桃花泛滥是跟谁呀 肯定是你输了 虎爷救命啊 虎爷 虎爷 虎爷救命啊 废物 什么事大虎小叫的 唐家 唐瓦那个贱人的老公回来了 虎爷 他把我打得好惨呀 你看 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他还说 让你洗干净脖子 等着受死 林家 林家那个坐牢的废物 要他还是以前的林家少爷 我也许还会给他点面子 现在嘛 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虎爷 就是他 就是他打的我 就是你这个出于饭 打伤我小弟的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交代一言 虎爷 这刚从监狱出来的废物 说疯话都吓到人家了 林阳 你吓到虎爷的宝贝了 我看不如上堂晚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大捷八块 你说的是门口 那两个废物吗 已经被我解决掉了 少帅大人 属下已经把人全部带到 南霸天 徐寿府 鸿运集团 李董事 我等参见九州少帅 少帅 你是少帅大人 竟然是少帅 竟然是少帅大人 我叫你们过来 是想问你们 认不认识这个赵虎 这种人渣 根本就不配认识我们 少帅大人 我从未见过此人 是啊 少帅大人 赵虎大人无恶不作 今日终于得到了报应 传我命令 赵虎集其门下 全部集贴 是 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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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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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我吧 少帅大人 是在警醒我们吗 真要赶紧通知手下的弟兄们 安分守己一点了 明日就让赵虎等人 全部登上热搜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你没看热搜吗 赵虎和他的手下全都被抓了 听说啊 是少帅大人亲自动的手 这下诺米安全了 他这种人啊 是罪有应得的 是不是 你这个废物啊 还有脸回来 婉儿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你没看热搜吗 赵虎和他的手下全都被抓了 听说啊 是少帅大人亲自动的手 这下诺米安全了 他这种人啊 是罪有应得的 是不是 诺米 嗯 你这个废物啊 还有脸回来 妈 你别这么说 你知道这五年 婉儿和糯米 因为你的事 受了多少非议和辱骂啊 你入狱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你是被林家抛弃的 你配不上婉儿 更不配做我糯米的爸爸 你啊 赶紧收拾东西 你就滚吧 姥姥你不要跟爸爸走 我要爸爸 妈 林阳好不容易回来的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啊 唐婉 我为了糯米 昨天晚上跟你奶奶聊了一宿 就是因为赵虎抓起来了 你奶奶才同意 不把你赶出唐家 你现在居然还为他说话 你快点吃早餐 你去唐家开会 妈 这五年 辛苦您照顾我儿跟糯米了 您放心 我回来了 我会好好弥补 我儿跟糯米的 你别在这废话了 就凭你 你进去五年 你不还是一个脑残吗 你就凭你那个破嘴 你说说 你就能弥补呀 你能弥补什么呀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妈 你快送糯米去上学吧 一会儿林阳送我回唐家 林阳 你这儿 你这儿好不容易才刚回来 你忘了五年前的事了吗 万儿 你也相信五年前的事 是我做的吗 万儿 你也相信五年前的事 是我做的吗 您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是被陷害的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真相 让这些罪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 林 林阳 万儿 我陪你去唐家好不好 嗯 唐婉 你在家磨蹭什么呢 这么重要的会议你都迟到 唐婉 怎么还把你这晦气的老公给带来了呀 倩倩 林阳是我老公 你怎么说话呢 倩倩 林阳是我老公 你怎么说话呢 奶奶 林阳这废物刚出狱 唐婉就把他给带过来了 就是晦气死了 太不给咱们唐家留情相了吧 行了 不要让这无关紧要的人耽误时间 人都齐了 开会吧 就在刚才 倩倩带来一个好消息 如果办成了 我们唐家 不仅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 还能更上一层楼 倩倩 你说吧 这事啊 还得多亏了我男朋友泽宇 才能知道这种隐秘的消息 这承熙的照护不知道得罪了谁 这西城的项目呢 就落了空 如果咱们唐家能够拿下西城的项目 别说解决这经济危机了 就算成为上市公司 也不是不可能 太好了 可是 倩倩 谁又能决定这个项目的归属权呢 泽宇哥哥啊 听说许首富 会在大人物的接风会上招标 这接风会的邀请函 你看能不能 好说 我李家 和许首富多少还有点关系 不要说宴会邀请函了 就算是项目金标资格 我明天就能带你去见许首富 争取争取 我就知道 泽宇哥哥最棒了 好啊 有泽宇帮忙 我看好倩倩 如果办成了 倩倩就是我们唐家公司的总经理 你 奶奶 若是婉儿能拿到邀请函 和金标资格呢 唐婉啊唐婉 你这是找了个什么不省心的男人啊 真是个祸害 林阳 你是不是疯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 根本搭不上许首富这种级别的大佬 你能不能别这么愚蠢啊 奶奶 婉儿也是唐家的一份子 若是她能做到这些 那总经理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给她 婉儿也是唐家的一份子 若是她能做到这些 那总经理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给她 林阳 你这么喜欢说大话 那你就试试 不过我可警告你们 如果你们在许首富面前丢了人 我就把你们赶出唐家 好 我替婉儿答应你们 唐婉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呀 我当时让你跟她离婚 你非说不 现在惹祸了吧 你舒服了 我现在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只能我明天去求求许首富了 求? 你拿什么去求啊 你现在就是给她擦屁股 你知道吧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我现在就让你爸 找你奶奶道歉去 婉儿 你现在去做一份精妙书 明天去江城大厦找徐山 她呢 最信任有能力的人 像你这样优秀又有想法的人 比唐倩强多了 你这么优秀又有才华的人 肯定能得到她的赏识 现在也只能这样吧 本想劝你放弃 既然那么不知好歹的话 那就等着瞧吧 林阳 你以后做事能不能不要这么莽撞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办不好 我们都要被赶出家门 好的老婆大人 你呢 赶紧去写金标书吧 你今天给我睡沙发 遵命老婆大人 喂 徐山 明天我老婆唐婉 会带着西城项目金标书 去你们集团 好的少帅大人 小的明白 呦 这不是唐婉吗 还真舔着脸来江城集团呀 我凭什么不能来 就你这身份 也想见徐首富 你有预约吗你 这还做了竞标书呢 花了不少心思吧 可怜仇 你得谢谢我们呢 待会见徐首富的时候 让你这经标书露眼 这可是你叛不来的荣幸 赶紧滚 徐叔叔您好 坐坐坐 徐叔叔 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 送给您的 长白山 百年人生啊 不错不错 有心了 这样 多亏了我女朋友唐倩 她早就跟我说想来拜访一下您 珍养一下您的风采 唐倩 你是唐家唐婉的唐妹吗 是的徐叔叔 您知道我们唐家呀 那既然是唐家人 就不必这么客气了 这是西城项目的竞标书 是的 看看 不错 做得可以啊 不错 做得可以啊 我看你们唐家 很有资格参与这次西城项目的竞标啊 徐叔叔 晚辈斗胆问一下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唐家的呀 你们唐家呀 那可现在有大福气了 哦对了 这是给你们唐家准备的邀请函 看来啊是少帅夫人派唐妹过来的 这唐家呀以后可厉害喽 来拿着这个竞标书 你们唐家就有资格参加这次竞标了 哇想不到徐叔叔人这么好 这么贫易近人呢 那好用说 也不看你跟谁来的 我和徐叔叔的关系 哎呀既然是唐家的人 那就别这么客气了 两位小友啊 我一会呢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安排 那就不招呼二位了 好徐叔叔你先忙 好看好你们啊 好看好你们啊 哎呀这唐家以后可不得了啊 这江城要变天了 少帅大人有何吩咐啊 徐山你好大的威风啊 我媳妇辛辛苦苦做的喜话书 到了你那儿 你连面都不见 不不是啊少帅大人 我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还以为唐倩 是您夫人派来的呢 这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好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该怎么做 你自己心里清楚 是是是是 是 零瑶 什么情况 娃儿 我带你去唐家 看一场好戏 奶奶你看这是什么 邀请函 倩倩你真是太厉害了 奶奶 不仅如此 我还拿下了西城集团的竞标书呢 这还得多亏了 我男朋友泽语呢 奶奶 拿下竞标书 唐家也能分一边多 好啊 那我和倩倩的婚事 倩倩有你 是她的福气啊 福气还是晦气 现在说 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贱人 你现在还敢过来 怎么 是过来跟奶奶求情的吗 唐婉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这次事情办不好 你和林阳滚出唐家 奶奶 别叫我奶奶 你看倩倩多优秀啊 找个男朋友比你强了一万倍 你看倩倩多优秀啊 找个男朋友 比你强了一万倍 哎呀唐婉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离林阳这个晦气的东西远一点 这不给你也带来晦气了 拿着谁的竞标书邀功 你们是不是没看最后一眼写的是谁的名字 天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 我今天在江城大厦楼下 看见唐婉在那里苦苦地哀求保安 求着放她进去 我是出于好心 才帮她把竞标书递给徐叔叔的 你胡说 明明是你藏走了我的竞标书 唐婉 你做个什么东西啊 这几话书 我给你拿过去 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谢谢我 要不你和你的这个废物老公 给我磕几个小头 你敢打我 到底是谁的功劳 等会就知道了 林阳啊林阳 你可真是条好狗啊 这里可是唐家 就算是企划书是你做的 没有欠钱 你这企划书 就不配出现在徐首富的面前 你还带着些垃圾来打欠欠 你们是要造反啊 林阳 你敢打我女朋友 你是不是还想进一次监狱啊你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从今以后 不准再踏进唐家的门 塔老太 好大的口气啊 徐叔叔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废物 差点被你害死啊 徐 徐叔叔 你打错人了吧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徐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要跟小辈们一般见识 是不是里面有误会啊 的确是有误会 而且是天大的误会 陶小姐 实在是对不住啊 今天早上是我没有安排好 保安我已经开除了 今天早上唐家拿着竞标书过来 我还以为是您吩咐地拿过来的 所以就在上面签了字 没想到这两个废物竟然还敢冒犯您 对不住对不住 您消消气消消气 林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林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头再告诉你 你们几个废物给我听好了啊 要不是看在这位唐婉小姐的面子上 你们唐家 连邀请函都不配拥有 更别说是西城项目的竞标资格 多谢徐总啊 徐总如此看好我们唐婉呢 是我们唐家的福气啊 是福气你就掂量掂量 看能不能接得住 林先生唐小姐 我准备了一顿便饭想给二位赔个罪 不知道二位能否给徐母一个搏面 徐山肯定是看上唐婉了 才会对她那么恭敬 林阳那个废物 构杖人似的 自己老婆被人惦记了还不知道呢 肯定是这样 那个废物肯定是知道徐山喜欢唐婉 还特意把自己媳妇送到徐山床上 不然徐山凭什么给她好脸 够了 以后对唐婉都客气点 林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徐首富 可徐首富却认识我 还说要请我吃饭道歉 因为我花了一百块钱 雇他来演戏 徐首富差你的一百块吗 少胡扯 所以他是首富啊 连一百块钱都不放过 不说算了 后天就是那位少帅的接风宴了 我林家无论如何 都要得到邀请函 只有到了宴会上 才有机会得到少帅的原谅 都是他妈的小杂种害的 等到我们得到少帅大人的原谅 一定要弄死他 爸 我听说林阳老婆唐婉的娘家 不仅得到了邀请函 还得到了牺牲竞标的资格 要是这林阳跟这唐家去了宴会 这可就 二伯 我看这唐家人也不能放过 还敢收留那个畜生 这是在打我林家人的脸呢 传我命令 断了唐家的资金链 寄所有合作 林阳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这个扫把星 我女儿现在已经被徐首富看上了 你呀根本就配不上我女儿 现在啊我们也拿下了这西城的竞标资格 还有了少帅大人的接风寒 你呀要识相你就赶紧离婚吧 妈这都是林阳的功劳 我的傻闺女啊 这机会这么难得 你还向着这林阳说话呀 你就赶紧跟她离婚吧 你要是跟人家徐首富啊 那咱家可就不一样了 婉儿你跟妈说 是不是徐首富看上你了 这机会很难得呀 你有什么话就跟妈妈说 你要是跟了她呀 咱们家那可就翻身了 你就跟这个林阳离婚 妈 你能不能别瞎说了 不是香的东西 没事 哟 林阳 哟 林阳 靠卖老婆拿到的资格就这么香啊 唐倩 你是不是巴掌还没吃够啊 唐婉 你看看你这废物老公 又给你惹麻烦了 什么 林阳这狗东西本来就是林家不要的废物 现在林家因为他断了我唐家的资金链 就算我们现在拿到了西城项目的竞标资格 也没有签竞标了 林阳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这个扫把心 你王八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万儿 别担心 有我在呢 林阳啊林阳 你可真能装 航空母舰都没有你能装 我告诉你 这房子可是我唐家的 奶奶跟我说了 要把这房子给收回去 你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吧 倩倩 我的大侄女啊 你说要把我们赶出去 那你婶子我可住哪儿啊 倩倩 你说要把我们赶出去 那你婶子我可住哪儿啊 我们家万儿也是你姐姐呀 你就跟老太太说句好话 我姐姐 就平堂晚 这 她也配 靠爬床哪资格的人 唐琛 你再敢多说一句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万儿 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的婚房吗 我们搬那去吧 那栋别墅是爷爷之前留给我的 别墅 别墅 这回你可真有用处了 万儿 你去别墅看看 你给妈找一个大一点的家 林阳 我跟你说件事 你别生气 什么事 当年你入狱之后 林家就派人来 把房子也收走了 包括那套婚房 可是那个房展证上明明是我的名字 他们说你的就是林家的 所以我就带这一岁的糯米回了唐家 所以我就带这一岁的糯米回了唐家 灵阳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灵阳 现在的林家 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家了 没有那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好好过日子啊 万儿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不过 我还得回去看一下 我有些东西放在那儿了 好 那我陪你一起去 千万别做傻事 好的 老婆大人 小宝贝 让哥哥亲一个吧 不要 林元智 你好大的狗胆 操 林阳 你赶来我家 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明明是我的婚房 什么时候成你家了 这本来就是林家的房子 那老爷子死后 你还想住这儿吗 那老爷子死后 你还想住这儿吗 爷爷带你不保 凭什么对他这么无理 不说了不做啥事吗 放心吧老婆 我心里有数 你信不信我叫人 叫 你现在叫 今天叫谁过来 我都要弄死你 当真 喂 那八天 是我 林元智 家里来的个恶贼 他叫林阳 我大伯说了 这件事情交给你解决 好 三分钟之内滚出去 我的人来之前你不能动我 林阳 别闹我们快走吧 说 叶当年的死你都知道什么 说 叶当年的死你都知道什么 哈哈哈哈 林阳 我真想让你看看 那个老头喝了我断的毒酒 那个表情 住手 林阳 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 但是 你不能肚里云智 难道 你还想让我跟小糯米等你五年 十年 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我们吗 我的人来了 我看你怎么死 哈哈哈哈 林先生 今天让您受惊了 南 南大哥 是我 我给你打电话 你就是林云智啊 是我 我是林云智 林家大少爷 那就没错了 把他摁住 林先生 这个人今天怎么处理 您说了算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这个人 今天怎么处理 您说了算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好 林阳 你饶了我 饶了我 我 我把那件事去告诉你怎么回事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林阳 我求你饶了我 这件事情是我爹参与的 还有 还有那股神秘的黑势里 什么是没实力 具体 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一定 把这件事情查到手里指出 第一时间给到你 带走 走 林阳 你还好吗 老婆 林家的债 我会一步一步讨回来 我会一步一步讨回来 老婆 这里太脏了 我们换个新房子吧 嗯 谢氏小姐您好 很高兴为两位服务 请问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房子呀 你们这儿有没有两居室的房子 小姐 我们这儿没有两居室 如果您非要同比例大小的房子 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车库 林阳 是你 林阳 出狱了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 这是你老婆吗 真漂亮 刚出狱啊 真会气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经理 林阳是我高中同学 林阳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看见你太激动了 陈琳 好久不见 陈琳啊 这里可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 我是来买房的 陈琳 你带我看一下这里的房子吧 哼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这儿买房了 你也配 林阳 这儿的房子可不便宜 这外面一套房的价格 在这儿只能出个首付 你要是缺地方住的话 我给你推荐几个别的楼盘 你要是缺地方住的话 我给你推荐几个别的楼盘 是啊 林阳 我们 要不去别的地方看看 没事 我们就在这里买 真是个疯子 没钱还在这儿住 就是 这么好的小区 特工山泉 百分之七十的绿化 而且保安都是推荐 这种刚出狱的人 也配住这里 是啊 林阳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不用 陈琳 你直接带我们去看 这里最好的房子 我们这儿最好的房子 是云端花园 这种上一级别的房子 不是我一个小销售 有资格出售的 这种级别的客户 都是我们董事长亲自接待的 那 你们董事长是谁 把他叫过来 连我们洪运集团的董事长 李洪运都不知道 还敢来碰瓷啊 真是个疯子 陈琳 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 跟这种人搅和在一起 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小子别逞能了 赶紧走吧 林阳 我知道你以前是林家大少爷 不缺钱 可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喂 西山 把红运集团的董事长 李洪运叫过来 喂 西山 把红运集团的董事长 李洪运叫过来 陈琳啊 你这同学是不是被关傻了 怎么那么周啊 笑死我了 一个被赶出门的丧家犬 还想让我们董事长去见他 真会撞 林阳 你快带你的夫人走吧 要是我们董事长真的来了 这 就尴尬了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林先生 怠慢您实在是抱歉 你们几个被开除了 林先生 对不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解决你了 请你不要开除我 你们这群王八蛋坏我名声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林先生 我们有云顶华星最大的县坊 您今天就可以入住 我让人把钱 直接打你账户上 林先生 您这是什么花 您愿意入住云顶花园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 你们这儿 应该有佣金吧 是的 六百万 那这提成该给谁 你应该知道 知道 陈琳去准备合同 你以后就是我们 红韵集团的销售经理 林 林一阳 谢谢你 谢谢你 走吧 我们该去接小糯米了 嗯 喂 妈 怎么了 婉儿 你快回来 糯米不见了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林一阳 我们快回家吧 糯米不见了 妈 怎么回事啊 我去买菜 就一转身的功夫 糯米就不见了 老公 这怎么办啊 婉儿 先别着急 我去打个电话 嗯 婉儿 你又带她回来干什么呀 什么事都有她 又有什么用 妈 她是糯米的爸爸 她但凡有点能耐 咱们家怎么能会这样呢 有她什么她也干不了 谁家女婿跟她一样是窝囊废啊 凤凰 查到了吗 少帅 查到了 是林家人指使的 在一个废弃仓库 属下正在赶过去 维持给我 是 少帅 婉儿 找到糯米了 我出去一趟 那我跟你一块去 不用 在家等我 你是不是想逃跑啊 你这废物 我告诉你 你要不把糯米给我找回来 你以后永远别见婉儿 这就是林阳那个女儿 是的老大 哼 这就怪不得我们了 林阳 你说你得对谁不好 非得得对林家 这林家也真不是个东西 这么小的孩子都不好过 别哭 打死你 哪那么多废话 给钱不就行了嘛 是啊 给林家打个电话 喂 那个林阳的女儿已经被抓住了 怎么处理啊 哎 好的 好的 哎 打断双腿 扔龙的脸 住手 住手 诺敏 别害怕 爸爸来了 爸爸 凤凤 一个不了 哎哎哎 林阳 你不能杀我 我是有不一定的人 我老大是你惹不起的人 江城 没有我惹不起的人 说不说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我没老大 我我没老大是 属下无能 没有查清周围状况 我会把他们一个个全揪出来 诺敏 我们回家 嗯 宝贝 今天的事情 不要告诉妈妈跟姥姥好不好 嗯 那这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 嗯 拉钩 来 嗯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准变 上吊一百年不准变 别来试啥 嗯 小狗 走 妈妈 我回来了 哎呀 诺米 你去哪儿了 一转身你就没有了 急死姥姥了你 没事吧 糯米 遇到什么人了 我是从警局找到糯米的 警察说 是有人把糯米送到警局的 这 我就去买菜 跟别人多聊了一会儿 一转身 糯米就不见了 怎么跟警察走了呢 好了 宝贝女儿 没事就好 吓死妈妈了 老婆 我们去新家吧 好不好 糯米 嗯 这回你有用武之地了 还有新家了 妈 以后我会安排人接送糯米 就不劳您费心了 走 糯米 少帅 查到了吗 那两个人已经招了 他们老大非常地神秘 只有林家核心人物 和今天被击毙的人才知道 这么些年林家见不得人的事 都是这个神秘组织暗中出手相助 看来爷爷当年的死肯定不简单 看来爷爷当年的死肯定不简单 少帅 需要我去林家把人抓捕回来吗 先不用打草惊蛇 嗯 我自有办法 大人不好意思啊 这两个废物成吃不足败事有余啊 就是 连个小孩都搞不定 被林阳那个废物给逮到了 还好我安排了狙击手 才没让那个墙头草剁嘴 不然 不然 你们林家就完蛋了 大人 林阳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他这个废物 是从哪找的人 我听唐家人说 徐山看上林阳的老婆 林阳亲自把他送到徐山床上 才能拿到邀请函和竞标资格 这次的人应该也是徐山借给他的 他也真够舍得的 唐婉那个嫂娘们 还有这水平 我还真以为这家伙有这个水平 原来出息在这上面了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把唐婉抓过来 让我们好好玩一玩 我让他死的时候轻松一点 我同意 林志哥哥 姑且同意 这个臭小子 最近几天都不见人影 不知道跑哪里浪去了 有空操心你这个色鬼侄子 还不如操心一下你们林家 怎么拿到接封宴的资格吧 大人说的有道理 什么时候能拿到邀请函呢 唉 这可怎么办 哥 要不你给徐山打个电话 老爷老爷 好消息 老爷老爷 好消息 徐首夫给我们送邀请函来了 小帅大人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啊 说的不错 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道啊 我林家现在毕竟是江城的一流世家 邀请函有委一份也是理所当然 那是 你们准备好怎么赔罪了吗 他妈的 本来是想把 林阳那个砸中的小崽子给杀了 被那两个肺部给耽误了事 大伯 等明天 林阳一定跟唐家人去接封宴 咱们到时候再和他算总账 也不迟 行了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我还有事 和大人再商量 好 大人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五年前 我祝你夺下林家家主之位 这五年来 你的回报远远不够啊 能为大人的宏图大业 天砖加瓦 是我林家求是不得的好事啊 你有任何需求 我林家愿意赴汤蹈火 在所不惜 很好 明天看你们的表现了 争取在少帅大人面前露个脸 对我们后续的计划有大用 婉儿啊 这房子真不错呀 还是这房子配得上我呀 妈 这房子可是林阳买的 你可要好好谢谢她呢 谢什么谢呀 我是她丈母娘 买个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婉儿啊 你现在那个西城项目准备的如何了 奶奶说那个项目的竞标啊 她不参与 让我自己去拉投资 这么大的项目 我去哪拉投资啊 婉儿 没事的 过两天呢 就是接封宴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投资商 你多结识几个不就有了吗 现在也就只能这样了 林阳啊 这个房子多少钱呀 你是不是拿我女儿的钱买的呀 妈 我卡里总共就一百万 这房子可值一个亿呢 一个亿呀 这房子这么贵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你有一个亿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居然买这么贵的房子 你都不知道给你小舅子 留点彩礼钱呢 你弟弟马上就从国外回来了 这三楼的卧室啊 可就留给你弟弟了啊 没事的 你弟弟不就是我弟弟吗 林阳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今天怎么找到糯米的 你又是怎么认识李红韵的 还有 你哪来的一个亿买这个房子 婉儿 我跟你说过 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这个房子的事情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好不好 老老老 今天是爸爸给我穿的衣服 你看漂亮吗 漂亮 我的外孙女啊 穿什么都漂亮 摸摸摸唧唧唧的 赶紧走 有一个亿也不知道给家里买辆车 还要打车去啊 真丢人呢 走 林阳 你上次冒犯少帅大人 坏我林家大师 还有胆子出现在这里 林阳 你居然冒犯了少帅大人 你这个祸害 怎么就会惹事呢 你这个祸害 怎么就会惹事呢 妈 你别说了 要是林阳真的惹了少帅大人 我们怎么可能会拿到邀请函啊 确实啊 差点啊 让这个瘸子给骗了 你 你说谁瘸子呢 你们一家人 给我等着 我们取得少帅原谅后 就等死吧 等死 怎么 事先一条腿 断的不够是吧 林强 别闹了 先入场吧 等结束了再算账 走吧 哎哟 这不是唐婉吗 还真是夫妻恩爱啊 走哪都带着老公 唐婉 你嫌唐家的麻烦少了是吧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带一个刚出狱来的干什么 我看 这丫头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老太太 您别忘了 你的入场资格啊 还是我闺女给弄的呢 那又怎么样 哼 唐婉 你怎么拿到的资格 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晚上 爬徐首富的床挺新 你再敢胡说八道 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你可杂种 你竟然敢打我 保安 保安快来 把这个出狱发赶出去 少帅大人 可是马上就要到了 你再大声喧哗 小心给你赶出去 王二 你先坐一下 我出去一趟 嗯 少帅大人 您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把林云墙这个杂碎给收拾了 只要您点个头 他今天绝对走不出这个会场 你觉得以他的势力 能够威胁到我吗 在江城 应该没有什么势力可以威胁到您 昨天 有一股暗中势力 绑架了我的女儿 哦 还当着我的面 弄死了罪人 江城有这样的神秘势力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这么重要的时刻 你那废物老公还跑出去了 估计是 自己知道自己身份上不了台面 还挺自觉 林阳毕竟是我老公 有什么事情不能回家说 好了 少说些废话 唐婉 西城项目竞标资格 你是拿下了 那中标的事情办的如何呀 奶奶 我听说 今天少帅大人 会来主持西域项目中标的事情 唐家可能拿不到一些大的项目 但一些小的项目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这么有信心 如果一会少帅大人宣布的是其他的家族中标 我看你怎么收场 林阳怎么还不回来呀 唐婉 我丑话说到前边 如果你没有中标 我不仅追究林阳打人的事情 我还要把你们赶出唐家 我想在今天 把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 但是这股神秘势力 不得不放 那少帅大人 有什么高见 引他们出来 莫非 我已经吩咐了徐山 让他陪我做戏 但是我的身份 先不能暴露 等宴会结束 暗中之人必定会对我出手 届时 一网打尽 属下明白 少帅大人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以进场了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到少帅大人的接风宴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九州少帅大人 爸 要来了 这刘英志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这么重要的会议 也不露个面 不要管他了 我已经为少帅背下了重礼 待我们求得少帅大人的原谅 就是林阳的死期了 待我们求得少帅大人的原谅 就是林阳的死期 唐倩 你干什么 你个大孩子的妇女 还好意思站这么靠前 难不成 还想被少帅大人看中 你 唐婉啊唐婉 等我被少帅大人看中 看我怎么玩死你 妈妈 爸爸去哪了 哪来的小畜生 在这一点规矩都没有 哼 原来是林阳那个杂种家的好闺女 林海天拜见少帅大人 我林家惭愧啊 前几天 有个胆大包天的废物冒犯了你 是 还请少帅大人原谅 那林阳虽然姓林 但早已被逐出林家 这个不懂规矩的崽子 就是他的女儿 把林阳一家拿下 对 交由我林家处理 定让大人满意 各位 我以唐家家主的身份 宣布 从今天起林阳 与我们唐家没有关系 老太太 我让婉儿 立刻跟林阳离婚 您就饶了我们吧 诺民 过来 你是我爸爸吗 爸爸 你真是大英雄 你 你居然是少帅大人 不可能 你哥刚出去的废柴 怎么可能是少帅 这不可能 唐婉唐婉 林阳是少帅 林阳是少帅啊 各位 真让我看了一出好戏啊 我来江城 只办三件事 第一件事 喜刷冤屈 林海天 母年之前 你害死我爷爷跟我父母 这笔账 咱们该算了 少帅大人 你饶命啊 老爷子死跟我没有关系啊 你饶命啊 没有关系 林阳智 都全招任了 当年就是你指使他把毒酒 端给了我爷爷 这个逆子 李阳你 你大人又大量 饶了我吧 我把林家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啊 都是二哥指使的 都是他 跟我没有关系 都是二哥指使的 都是他干的 是 是 是 李阳大哥 都是二伯爷家干的 就是他们父子俩 造了你 就是他们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 李阳 李阳 你你你你饶过我吧 你不会有好家场的 李阳 你不会有好家场的 姐 姐夫 姐夫我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 你的事情啊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啊 李阳啊 我我老太太真老糊涂了 刚才说了些疯话 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的女婿啊 是天下最好的女婿 我就说嘛 我女儿能嫁给她呀 这是她的福气 第二件事 也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事 就是弥补我的妻子 唐婉一周以后 是我妻子的生日 届时我会在江城最大的酒店 为我妻子庆生 好 少帅大人真乃情深一重 小弟敬佩 敬佩 是呀 是呀 少帅大人一搏云天 乃无辈之楷模 我少帅大人太帅了 要我成为他的夫人 要我死了都愿意 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男人 他我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啊 第三件事 是一个消息 其实我 并不是少帅大人 其实我 并不是少帅大人 这 少帅大人 您就别开玩笑了 各位 各位有所不知啊 真正的少帅大人欠林先生一个人情 他允诺林先生三件事情 只要是他能做到的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来为林老先生 以及林先生的养父母 复仇 第二件 隐诺 就是用来 弥补林先生的妻子 给他办一场生日宴 至于这第三个承诺吗 林先生现在还没有想好 那真正的少帅在哪呢 少帅大人 有钥匙在身 已经先离开了 不过我妻子的生日晚宴 他可能会来参加 既然今天少帅大人不在 那么今天招标会的结果 就由我来宣布吧 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 原来是虎甲虎威 就是啊 让我白白开心哪 少帅的承诺 居然用来做这些事啊 真是废物 林阳 你和唐婉还是离开唐家吧 林阳 你和唐婉还是离开唐家吧 老太太 老太太 此话当真 老太太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样还轮得到你来之业 婉儿 婉儿 跟林阳离婚 妈 算了 这唐家 我们不待也罢 婉儿 有我在呢 唐婉儿 没了唐家 你靠什么活着 靠林阳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吗 下面我宣布 西城项目的中标公司是唐氏集团 奶奶 是我们唐氏 我们唐氏中标了 还好啊 太好了 有了这个项目 我们唐氏 就能起死回生啊 项目策划是我做的 资料是我投递的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唐婉儿 你已经被逐出唐家 这中标的 可是唐氏集团 你确定这个唐氏集团 说的是你们唐家吗 你确定这个唐氏集团 说的是你们唐家吗 不是我唐家的 还能是你林阳的 当初拿到竞标资格的时候 为了拉投资 我和林阳注册了一家公司 就叫唐氏集团 本来是为唐家准备的 现在看来 唐婉儿 你这个吃里扒味的贱人 如果不是你们不留情 我又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来 我在唐家勤勤恳恳的工作 换来了什么 动不动就要把我 逐出家门是吗 唐婉儿啊 你别激动 奶奶知道你不容易 只是这个项目太大了 你刚刚注册的公司 怕你接不住 交给我们吧 大不了利润分你一半 算了 跟你们 没什么好说的 妈 我们走 呸 走吧 徐寿复 这个唐氏集团是我唐家还是 徐寿复 这个唐氏集团是我唐家还是 就你们唐家这帮酒囊饭袋 也配 糊涂啊 关于林家的神秘势力 你们都有什么了解吗 少帅大人 小的在江城多年 从来不知道林家背后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神秘势力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人 他们做事太干净了 属下无能 请大人赎罪 少帅大人 今日从林家人嘴里 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林海超父子只知道 有一黑衣人常年 与林海天合作 林海天自从醒来以后 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无妨 你只需要盯紧唐家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根修 而我们只需要引蛇出动 是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唐小姐不必惊慌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 婉儿 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昨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企划书是婉儿自己写的 公司也是婉儿自己注册的 婉儿的项目也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倒是你 白白浪费了大人物的人情 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江门不幸啊 妈 怎么回事啊 你还有脸回来 你女儿都要翻天了 妈 你千万别生气 我马上让唐婉来给你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啊 你闺女现在可厉害了 已经脱离我唐家自立门户了 什么 妈 算了 昨天都挺高兴的 这件事情多亏了林阳 李彩云 你是怎么当妈的 你知不知道唐婉这妮女 已经被逐出家门了 你给我让人什么呀 婉儿千辛万苦的拿到了这个项目 却被你家给赶出来了 你给我吵什么呀 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给我来唐家开会 这家人真不要脸 婉儿 你要去吗 嗯 是该过去了断一些事情了 婉儿 我陪你一起去 好 唐婉儿 你看看你这个烂摊子 又发生什么事了 之前林家处处打压咱们唐家 唐家看在你拿到竞标资格的份上 别和你算账 没想到 你拿到项目就自立门户 这损失 你必须负责 你想让我怎么负责 哼 现在唐家的账上 亏空可不少 你怎么着 也得先把账给我平了 还有这么多年来 我唐家培养你的花销呢 婉儿啊 咱们怎么也是一家人呢 这些年奶奶没有亏待你 我知道你很优秀 奶奶那些话都是气话 你回来吧 你要是回来了 我任命你为唐家的总经理 再过几个月 就让你父亲当唐家的总裁 好闺女 你就听听见回到唐家 咱父女俩 一定能在江城打下一片江山 咱父女俩 一定能在江城打下一片江山 你笑什么 我在笑 好一个红脸白脸 你们一家怎么不去演戏啊 做演员多好 我唐家说话 哪有你追戏说话的份 穿上一次鸡毛 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 你构杖人世的东西 婉儿啊 你可要想好了 这次项目如此之大 咱们唐家在江城 也积攒了很多的人脉 你要回来啊 全都是你的 西城这个项目 投资确实太大了 要不 婉儿 你先别着急 你们是不是忘了 少帅大人还欠我一个承诺呢 林阳 你可真是唐婉的好狗啊 难不成 你要把少帅大人最后一个承诺 用来给唐婉拉投资啊 林阳 这件事情你先别管了 把少帅大人最后一个承诺 好好留着吧 嗯 如果要合作的话 西城这个项目的利润怎么分 如果要合作的话 西城这个项目的利润怎么分 我唐家不谈心 只要你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除此之外 还会给你江城所有的投资商的 联系电话 还有五百万的启动资金 至于能不能谈得下来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哪有这样的合法 拉到投资了 还要给你们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拉不到投资 不仅要负责赔偿金 还要多给你们百分之十的利润是吗 怎么了 不敢签啊 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足以填平林家 带给唐家的亏空 这件事情过后 我与你们就两清了 以后别再联系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啊 爸 你也别在唐家带了 到时候去我公司 我给你安排个工作 回家说回家说 唐婉 你要这么打算 我还有一个条件 几天以后是你的生日 你要把我们都带上 我们签 天天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只要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还要给她五百万呢 奶奶 这就是钓鱼的耳 我已经和江城各大投资商 都打好招呼了 没有人会给唐婉投资的 若是林阳动用了最后一个承诺 没有了倚仗的资本 那唐婉还不是得乖乖回来 到时候这个项目啊 仍然是我们的好家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真是一石二鸟啊 不错 倩倩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只是那个大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除了少帅 那个大人绝对是江城最强的势力 唐小姐 按照这套计划去做 杀了林阳 到时候 你就是唐家的新家主 太好了 到时候我要让唐婉填我的鞋底 让她跪下来求我 少帅 你预料得太准了 神秘势力果然又出手了 继续等 等他们露出马脚 是 怎么了婉儿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那些投资商们 要么就是避而不见 要么就是投资了别的项目 手里的资金预转不开 那要不 我给少帅打个电话 让她投资您 算了 那么珍贵的承诺 还是好好留着吧 只不过明天就要回唐家 汇报情况了 让他们再宽限我几天吧 唐婉 是不是没拉到投资啊 就三天时间 有点太短了 唐婉 我听说你都跑遍了我们唐家 介绍的所有公司 居然一个也没拿下 真是个废物 再宽限我几天 我再努努力 怎么 是要使绝招啊 要去爬床 唐倩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装什么青春啊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 真要把你送过去 还不得先清洗三遍啊 唐婉 来了 唐婉 来了 拉到投资了吗 如果没拉到投资 那你可要兑现前面承诺了 谁说婉儿没拉到投资的 林扬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要你在家等我吗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就悄悄跟过来了 林扬 你是不是还是用那最后一个承诺了 唐小姐你好 我是少帅大人的亲卫 前来对接西城项目的投资事营 唐小姐你好 几日不见您更漂亮了 唐小姐 我是陈氏集团的陈天和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那咱们进去聊吧 少帅大人 唐倩的手机已经可以监听了 看来蛇该出动了 大人 林扬已经用了最后一个承诺 可以出手了 听闻唐小姐谈下西城项目 却苦于投资 我倒是闻讯而来啊 我是大华地产的 我们投资 两千万 你投两千万 那我再加五百万 我陈氏集团出三千万 反而 我的好孙女 唐家还有点积蓄 是奶奶的养老钱 都给你 你就给我百分之十的股份就行 你上次说好了给我五百万 只要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现在怎么又要拿股份了 什么 才投资五百万 就要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你们唐家也太不要脸了 那个李总 唐婉是我们唐家的亲人 亲人之间这个算不了什么 亲人 吸血鬼还差不多 唐大小姐的能力在你们唐家真是驱财 我们红韵集团为你准备了一个亿的投资款 且不要任何分红 唐小姐愿意收下便是我红韵集团的荣幸 哎呀李总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不符合规矩 您放心 到时候您该拿的 您一分都不会少拿的 那个 唐婉 你看你奶奶把这个养老钱都给你了 要点股份也不过分吧 不过分 亲人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配吗 亲人 你们也配说这句话 之前你们偏爱唐倩 唐倩抢走了我的企划书 她和她男朋友把我赶出公司 你们管了吗 后来我拿到竞标资格 你们又觉得我中不了标 后来中标了 你们又觉得我拉不到投资 要把项目让给唐倩 现在赚钱了 你们又拉我回来了 家人 你们也配当我的家人吗 说得好 你们也配做婉儿的亲人 今天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就宣布一个消息 等西城项目结束之后 我妻子唐婉 跟唐家 将断绝关系 林阳 这种我们唐家人自己的事情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算什么东西 跟谁在这大呼小叫呢 这么好的合作 在你们唐家达成 可真是晦气 各位兄弟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 走 走 唐倩呢 快问问她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这么多年了 咱们家总算混出个样子 这都是我好闺女的功劳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闺女 妈 这次都亏了林阳 这事跟她有啥关系啊 是因为林阳用了少帅的最后一个承诺 所以才让那些投资商回心转意来投资我的 你也知道这些投资商你都拜访过 可能啊他们看你优秀啊都回心转意了呢 再说了就算真的跟那废物有关系啊 他现在等于什么都没有 这种人他怎么能配上你呢 闺女你就听你爸的之前追你那个陈少啊已经回国了 你再找个机会和他联系一下 爸 我说过很多次了 林阳是我老公我也只要林阳 哟姐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呢 诶小七你怎么回来了 下午刚到姐 哟这房子可真大 比咱之前的屋子大多了 这有什么的 等你姐姐做完了西城的项目呀 我就让她买一个呀比这个更大的 到时候给你做婚房 房子是林阳花钱买的 你们还这样对林阳 再这样你们都给我出去 哎呀姐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怎么还当真了 够了别说了 够了别说了 下期安排个饭间 老公对不起 没事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我不再在这五年 你吃了那么多苦 现在我委屈一点算什么 老公你真好 不过现在西城项目的 启动资金到了 我想到时候让你去管理部门 也好帮我分担一点工作 可不可以呀 当然可以啊 那我是不是 也算是上老婆的软饭了 老公真好 倩倩 那大人怎么说 大人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等唐婉生日过后 那废物就会被丢进海里喂鱼 到时候咱们在少帅大人面前露个脸 那唐婉还不得乖乖回来 等唐婉回来 那项目自然就在咱们手掌心了 很好 就让他们嚣张几天吧 大人 今日属下跟着李鸿允去唐家 看见了少帅的首领凤凰 可见少帅 对林阳这小子 还是比较器重的 唐婉生日的时候 您找机会过去看看 是大人 只是属下不明白 您为什么跟林阳他过不去呢 这小子坏了我的大忌 要不是他走狗屎运 攀上了少帅 他出狱第一天就该去死 对弄他 喂 凤凰 再过几天就是婉儿的生日了 我想买点珠宝 给婉儿做生日礼物 少帅 江城的珠宝店恐怕您都看不上 即使我手下的凤凰珠宝 恐怕也入不了您的法眼 我先去看看吧 您把地址给我 是 对了 那些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已经调查得差不多了 现在正在整理资料 行 我知道了 您好先生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需要呢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珠宝都拿出来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店里没有预约 最贵的物品是不能随意观赏的哦 告诉你们店长 我姓林 好的呢 请您稍等 这不是林阳吗 你怎么在这呢 不会是来买钻石的吧 哎呀 你是刚出狱 手头紧 要不 可借你点 不用了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这以前是林家少爷 这现在 是刚出狱的穷鬼 要不兄弟劝你一句 早点离婚 放过玩儿吧 你看这来买东西也都没人搭理你 兄弟我呀 真替你难受啊 林先生 您的大驾光临真是让本店旁壁神灰 您要的珠宝已经准备好了 不是 有没有搞错啊 他刚从监狱放出来 还被林家赶出家门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先生 请您放尊重一点 否则我就只能请您出去了 不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先生 请您放尊重一点 否则我就只能请您出去了 不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爹可是陈家家主 不用跟他说了 介绍一下吧 先生这条项链是梦幻童真 颜色非常梦幻 非常适合儿童和少女佩戴呢 还挺适合我女儿 这是永恒之心 我敢打包票 这是江城最大最亮的一颗钻戒 还有更好的吗 小废话 多少钱 我让了 先生 总够五千万 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 等着 我打个电话 一会儿见就到 我全要了 好的先生 请问地址送哪里呢 我待会儿告诉你们店长 好的先生 请您稍等 不是 五千万还得向家里要 兄弟 我替你难受啊 来来来来 你过来 你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 给我拿一个 五十万的手链 好的 请稍等 少帅大人 神秘事例已查清楚 是北区的地下霸主 北红三 北红三 莫非是二十五年前 叛离爷爷的那个狂徒 少帅英明 正是此人 二十五年前 林老爷子 扶持了一个少年 可是这个少年 在成年之后 便忘恩负义 和林老爷子大吵了一架 便不知所踪了 直到六年前 他突然回到了江城 并聚集了一群 神秘的势力为其所用 也不知道 北红三是怎么联系上林海天 这两个人狼狈为奸 里外勾结 谋害了林老爷子 和您的养父 还有呢 手下还查到北红三 手下有三名得力干将 一名是林海天县 已被监狱收押 一名是赵虎 已被少帅大人解决掉 还有一名是陈天和 江城十大世家家主之一 陈天和 陈海的父亲 嗯 我知道了 既然如此 那就 你快回来 出事了 家里出大事了 王二 发生什么事了 回来出事了 家里出大事了 王二 发生什么事了 小七 他被人绑架了 绑匪的电话都打回家了 你别急 我马上回来 马上查一下唐七的下落 是 哎呀我的儿啊 你去哪儿了 妈找不到你啊 你这孩子呀 王二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小七 小七昨天刚回来 今天就说要去见网友 结果刚出去三小时 绑匪的消息就发过来了 小七 见了什么网友 听说是她的网恋女友 叫什么钱燕 问问问 你这个废物 你光问有什么用啊 妈 这跟林阳有什么关系 平时都怪小七太放纵了 还有 你为什么不经我的允许 就给绑匪转钱过去了 转了多少钱 两千万 对面现在还要五千万 不就五千万吗 他是你亲弟弟 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是项目的启动资金 而且我们已经转了两千万过去了 像他们这么胃口大的人 再给五千万也没有用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的儿啊 要这个废物有什么用啊 一有吃他就躲出去了 父皇 唐七有消息了吗 蔡云 我孩儿 小七有救了 说来也巧 陈少啊 你怎么在这呢 唐伯父唐伯父 好巧 这不是 婉儿过两天过生日了吗 我给他买个生日 你好 先生请看 五十万 你也太泡废了 对本少爷来说都是小意思 喂 什么 小七被绑架了 太好了 有陈少在呀 我就放心了 阿姨 您放心吧 婉儿的弟弟就是我弟弟 以我陈家的实力 一定会把小七救出来的 我刚给我爸打完电话 他说一会有消息就告诉我 好孩子 阿姨相信你 你确定你能摆兵 林阳 你在这说什么複脸话 你知道陈少给婉儿买了多少钱的珠宝吗 五十万 五十万 天哪 林阳这辈子他见过五十万吗 我刚才也给婉儿买了珠宝 什么 这个败家玩意儿 你拿什么去买呀 你该不会拿婉儿的钱去买的吧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差点被你唬过去 林阳 你这废物 还真是花婉儿的钱不手软呢 我卡里只有那两千万 别的钱没有变啊 对了 你怎么不拿这个钱去给小七交赎金呢 因为我知道唐七现在在哪儿 林阳 你是不是又在这儿发神经啊 大公 小七在哪儿 唐七从国外回来之后 一直在跟一个混混头子的情妇鬼混 在火车站附近被逮了个正着 现在被关在了南区的一个地下停车场 火车站 莫非是赵雄 怎么了 赵雄他来头很大吗 何止是来头大呀 他有很强的背景啊 他后面有一个很强的靠山 受过他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小七这次是睡了他的女朋友 这恐怕是胸多吉少啊 婉儿 您跟爸在家照顾妈 我去把唐七带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 小七是我的弟弟 婉儿 这事虽然麻烦 但是包在我身上吧 就算我拨出所有的人情关系 我也一定会给小七带回来 你 陈上 你有心了 我们家唐七能不能回就扣你了 我好歹也是陈家大少爷 我爸前段时间 还和赵雄那个靠山一块吃饭呢 他好歹也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卖我一个人情 烈阳 你还站着干什么 赶紧带陈上去啊 大哥 求求你 给我口水喝 熊哥 这俩人都绑了两个小时了 要不要给狗水喝 我就把他们死了 这对狗男女 我恨不得巴拉他们的屁 你还给他们水喝 这对狗男女 我恨不得巴拉他们的屁 你还给他们水喝 对不起对不起 熊哥是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要不是难闹大说 少帅大人还在江城 让我们安分一点 我走到他俩多了 大哥 少帅大人长什么样子呀 有没有照片 让兄弟们先认认 那少帅大人模样也是你见的 我就见过一次 还是南哥给我的照片 但是啊 那少帅大人模样 我是记得死死的 不然哪天咱俩不小心冒犯了 那惨咯 给我口水喝 小子 你姐不是挺有钱的吗 投资几个亿 怎么五千万磨磨叽叽 活这么久 你放心 我姐她一定给你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从你身上卸几个零件 给你姐送过去 这样是不是能快点 别别 我到时候 我姐我姐万一她报警了 到时候对谁都不好 老公 我错了 都是这个混蛋胁迫了我 我被她下了药 所以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做屁 谁给你下药 是你 明明是你勾引我 你逼我的 是你勾引的我 不要说了 赵大哥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你谁啊 赵大哥 别别别别 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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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小海 你忘了 我爹 陈天鹅啊 怎么 替他求情 熊爷 这小子 是我朋友弟弟 您敢给个面子 把他放了吧 你女朋友 长得挺漂亮 妹子 这么个事 你弟弟呢 玩了我的女人 给我戴了绿帽子 你看你是不是得 补偿我一下 你要多少钱 提前就输了 你这样 你赔我一个晚上 我就把你弟弟放了 熊爷 这不合适啊 这小子谁啊 还没有大哥你帅 这是少帅大人 你小子在街上遇到少帅大人 千万不可以声张暴露他的身份 还有不要招惹少帅大人和他的家人 那我要是不小心惹刀了怎么办 不小心 你 我让你不小心 放人 放人 姐 你终于来了 快走吧 走 老公 留步 还有什么事吗 少帅大人恕罪 少帅大人恕罪啊 你认得我 小人是南哥的手下 有幸见过少帅大人的照片 听说你 拿了我老婆两千万的赎金 小的该死 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是少帅大人的小舅子和嫂子 这里面有五千万 就当是给少帅大人 恕罪了 嗯 给您 行 那此事 自了了 谢谢少帅大人 小琪 你终于回来了 你怎么可以把林阳一个人扔在哪 那废物被赵兄盯上了 赵兄不会轻易放过来 不行 我要回去找他 姐 今天你也看到了 那又不是海哥 咱都出不来 你现在回去救林阳 那岂不是 羊入虎口吗 婉儿 你可看到了 刚才虽然我只说了几句 但是他直接把你弟弟给放了 至于林阳嘛 他的死活 我可管不了 就是 唐婉 我都说了那个废物不行 回不来正好 他死了 你就改嫁给陈上 妈 您又胡说什么呢 婉儿啊 妈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你仔细想一下 林阳哪里配得上你啊 他没钱又没权 你弟弟绑架 他又帮不上忙 他净天麻烦呢 对啊 还是咱海哥优秀 比林阳那货色 优秀一百倍 今天你也看到了 你被那赵雄欺负 那林阳 连个屁都不敢放 还是咱海哥来说话了 要不是海哥 我今天得死 你也会被赵雄欺负的 婉儿 你还看不清谁好谁坏呢 婉儿 要不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是真心的 谢谢你 但是我已经有领养了 那废物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 你非要在一个树上吊死 算了 跟你们说不清楚 哎哎 干嘛你放手啊你 陈海 你的爪子是不是不想要了 陈海 你的爪子是不是不想要了 老公你回来了 你还能活着回来啊 真是祸害一千年呢 没事了 解决了 你可真是好大的脸呢 废物 又不是你解决的 装什么装啊 妈 小七都是林阳找到的 她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啊 她还能让赵雄放了小七吗 还不是得靠陈家大少爷啊 哎 举手之劳而已 你的意思是 今天的事情是你解决的 不是我解决的还是你解决的呀 大家可都看到了 是我让赵雄放了小七的 陈大少啊 你不用和这废物计较 他呀就是嫉妒你的本事啊 对对对 自己没本事 他还不让别人厉害 老婆 这是唐七的数金 里面多了三千万 是赵雄给你的赔礼 不可能 林阳 你别开玩笑了 那 那赵雄怎么可能把这钱吐出来 你随便拿个破卡 你就想糊弄我们呢 林阳 你还真是为了找回面子 不惜一切代价是吧 打肿脸冲胖子呀 说够了吗 说够了 滚 你 林阳啊 你什么态度啊 你敢对陈少这样啊 这是我的房子 嗨 阿姨 今天既然小七也回来了 我这先撤了 我这次回来呢 还没来得及回家 明天 请阿姨和唐小姐 去我家做客 一定要好好款待大家的 好了好了 小海啊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妈 走给我抹药去 老公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赵雄呢 是南霸天的手下 不敢对我怎么样 还好你认识南霸天 不然的话 赵雄这次还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呢 放心吧 这次是你幸运 靠少帅认识了南霸天 下次换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怎么办 良漫喽 少帅大人 少帅夫人的生日晚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咱们江城的 云上水晶餐厅 很好 终于可以好好弥补婉儿了 还有啊 这次生日晚宴的安保工作 我就交给赵雄 他上次无意中冒犯了你 我这次让他将功赎罪 一切交给你便是 但是千万别再出差错了 是是 我明白 林阳 今天是晚儿的生日 我问你 礼物你准备了吗 我姐跟着你这么久 连根毛都没得到 估计连这房子 也没我姐的份吧 小七 怎么说话呢 他是你姐夫不是下人 我这还不是为你打抱不平啊 准备准备 陈海的父母今天请我们去四海茶楼喝茶 我们全家都去 林阳 你也跟着 我就换件衣服 林阳 我让你看看你和陈海之间的差距 小海 你来得这么早啊 阿姨阿姨 不早不早 阿姨你快坐 玩儿 快坐 阿姨 我爸妈呀 一会儿就到了 他们让我提前来 款待一下大家 先生 你已经在这儿等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可以开始点茶了吗 两个小时啊 不愧是我花两百块钱收买的服务员 其实我也就刚才十分钟儿子 快去把刚才上好的茶拿来 给我阿姨暖暖胃 你看人陈海多优秀啊 你想想你 你什么时候能像他这样啊 区区一个糖碗 也配让我们来参加生日宴会 你懂什么 少帅很可能要过来 走 天和 妹妹 好久不见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婉婉 伯伯好 阿姨好 我听说少帅大人他要过来 少帅大人今天有钥匙要处理 就先不过来 这死丫头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不早说呀 对不起啊 陈伯伯 是唐婉师里了 应该早点说的 哼 那就算了吧 天和啊 唐婉的项目刚刚起步 日后啊 还要托您多多帮衬呢 帮是可以帮 这帮呢 我怕 有人说我们陈家的闲言碎语啊 好了好了 今天生日过后啊 我让唐婉跟他离婚 妈 不说了不说了 今天的生日啊 您能来啊 就是我们婉儿的幸运呢 我们今天就多喝几杯 阿姨 既然今天少帅大人不来 想必也没有准备餐厅吧 爹 咱家不正好有个餐厅吗 要不咱一起去看看 对不起 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 我的老婆 当然由我来找的 你订的那叫餐厅啊 阿姨 我为了给唐婉过生日啊 特意订了一个规格最大的包包 里面有三五个服务员 他们今天可是特意等我们去 我们要是不去的话 加上这一桌菜 怎么地 他也要损失两三万呢 去去去 你都定了 我们得去 要是不去啊 损失就太大了 损失 你比得上我的损失吗 怎么着 听你说这话的意思 你订的餐厅要比我多大咯 那你说说 你订的是哪啊 我订的是 云上水晶 水晶餐厅 就你 这不是都我玩吗 连我都订不起水晶餐厅 你一个刚出狱的废物 能订得起 你这个废物啊 你吹什么牛啊 你啊 你就哪凉快 哪去吧你就 你知不知道 云上城水晶餐厅 一桌就要三十万 那我问你 你订的是哪几桌 我不是订几桌 我是包下了 整个餐厅 包下整个餐厅 包下整个餐厅需要上千万 这么说 你是一万富翁了 我看他不像 过意资产的人 我们认识的多了 哪一个会像他一样吹牛皮哦 你包得起吗 林阳 你能不能别说了 还现在丢人丢的不够吗 你们跟我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既然你说可以包下水晶餐厅 那么我们给你看看 走 简直就是浪费我时间 我做美容去了 废物就是废物 我看你究竟能掀起多大的水花 林阳 我看你丢人还能丢到什么程度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林阳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相信我啊 走吧 大人 已经打听到了 少帅并没有去参加 唐宛的生日宴会 这么可能 林阳在少帅心中 也没什么分量 我已经派人去打探林阳了 废物 我看你这次如何翻盘 爸 你看这是谁 这不是南霸天的手下吗 他怎么在这 爸 昨天赵兄在我面前可消长了 结果一听你的名字 吓得立刻跪地求饶 你是我陈天和的儿子 他一个小罗罗能问你怎么样 啊 哟 赵兄 好巧又见面了 怎么又是你啊 是我 上次你欺负唐妻 侮辱婉儿 今天我要替他们讨回公道 你想怎么讨 怎么讨回 唉 我要你跪下跟我道歉 你说什么 你要是有病呢 就赶紧去看病啊 要是没病赶紧走 有喝 你送个什么东西啊 敢跟我这么说话 信不信我让我爸灭了你 行 我现在改主意了 你不仅要给我跪下道歉 还得要给我斜底舔干净 给你脸了是不是 赵兄 你敢打我 我爸可认识南哥 你信不信我爸分分钟弄死你啊 爸 他打我 你敢打我儿子 你俩赶紧我滚蛋啊 今天是唐小姐的生日宴会 祝唐小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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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大点声 再给点激情 再来一遍 祝唐小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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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小姐 请入场吧 有一个人等了你很久了 有一个人等了你很久了 唐小姐请 有一个人等了你 老婆 生日快乐 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我也爱你 太过分了他们 唐宛办那么大的生日会 都不要请您参加一下 简直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 奶奶 她就是拿了几个月投资 不把唐家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奶奶 她既然不把您当亲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她当亲人 哦 此话怎么说 西城项目不是开工了吗 我在道上有几个兄弟打电一下 立马就能毁了她的项目 到时候她一分钱挣不到 几个亿的投资也打了水漂 我们就可以看她的笑话 哎 太好了 妈 我觉得这个计划十分完美 别看唐宛今天疯狂 她不过是拿了两个亿的投资来疯狂罢了 等我们毁了她的项目 保证她一败涂地 到时候看她怎么来疯狂 善奶奶 爸爸说得对 既然这死丫头拿我不当奶奶 我也对她不客气了 这事啊 泽宇 由你去办 好嘞 奶奶 还有什么事吗 你也看见了 林阳跟那南霸天 是什么关系 还有那首富徐山 我怕你来的人 压不住他们 奶奶 您尽管放心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北洪三这称号 你是说江城北区的霸主 北洪三 他原先一直是江城地下的皇帝 徐山和南霸天 当时只不过是他后面的马仔 后来不知道怎么抄 他入狱了 徐山和南霸天 这才形成了一股势力 可是现在他出来了 虽然过了这么久吧 但他依旧是江城真正的老大 所以啊 不用担心 好 既然是北爷 那你就大胆地去干吧 我给你转二百万 你去打点一下 北爷 没想到林阳还真定得起水晶餐厅呢 这么多年了 总算是干点人事了 唐七爷 你快过来 咋了吗 你姐夫呢 送小奴米上学去了 那你姐呢 工地开工去盯着去了 妈 问我姐也就算了 你问那废物干嘛呢 你这臭小子 以后不许再说你姐夫是废物了 妈你疯了吧你 我呀 我疯了 我就是疯了 开心的都要疯了 没救了 我女婿太有钱了 卧槽 我女婿太牛逼了 大人 林阳这小子太难对付了 大人 唐宛的生日会你也去了 少帅不仅没过去 连贺礼都没有给 林阳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把少帅大人给他的承诺用光了 估计他跟少帅大人也没什么情分可言了 陈天和 你怎么看 大人 林阳这小子居然认识南霸天 他生日宴会的时候居然请南霸天做主持 呃 属下认为 贸然行事 会得不偿失啊 怎么 区区一个南霸天 就把你吓到了 那倒是没有 只是南霸天做事让属下心寒呢 他认由他的属下赵雄欺负我 无碍 南霸天 我早已看他不顺眼多时 今日 既是林阳的死期 也是我一统江城的时候 唐婉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爸 北爷真是这么说的吗 那还有假 我让北爷的手下阿彪 去唐婉工地了 呵呵呵 那林阳这条狗呢 抓住了唐婉 那林阳还能跑得了吗 唉 爸 林阳可以死 但是唐婉要活着 我还有个未了的心结呢 呵呵 呵呵 好 呵呵呵呵 泽宇啊 西城那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奶奶您放心吧 陈家已经联系我了 阿彪已经带人去工地闹事了 看着吧 工人们一定会被吓跑 不敢回来干的 工期延误是次要 他得罪了徐首富 唐婉一家就要倒霉了 赔钱还不重要 唐婉一定会被关死 奶奶 我已经跟江城这边 所有的工程队都打好招呼了 他们呀 就算想要彻夜来干 都来不及的 好啊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倩倩 准备准备 这唐家的总经理的位置 就由你来坐 谢谢奶奶 给老子停下 他妈的 停下 滚 你们什么人 为什么过来捣乱 什么人 要怪 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我看谁敢 他妈的 又来个送死的 说 是谁派你来的 饶命啊 我也是受人之托 是北爷 他派我来的 接 哈彪 抓到唐婉了吗 记住 不要杀了唐婉 我还要当着林阳的面 好好玩玩呢 少爷 已经解决了 很好 现在 把唐婉给我带过来 凤华小姐 你怎么来了 封少帅大人之令 守护唐小姐您的安危 少帅大人 为什么他要守护我 少帅大人 为什么他要守护我 唐小姐 你以后就知道了 现在 带我去找 让你来闹事的人 爸 阿彪已经抓到唐婉了 把这个消息传给林阳 他一定会自投罗网 很好 现在给林阳打电话 好嘞 喂 林阳 我劝你在十分钟之内 赶到陈家 你还能看到你老婆最后一面 你这混蛋 爸 你看林阳这狗东西 死到临头还大放厥词 我还真期待 林阳看到唐婉在我身下的那个表情呢 好小子 不愧是我的种 不过年轻人要多注意身体啊 陈天河 凤凤凰大人 就 爸 这美女是谁啊 混账 混账 这是少帅手下的第一首领凤凰大人 你怎么敢对凤凰大人这么说话 凤凰大人输罪 凤凰大人输罪 是 是小的该死 是小的嘴贱 唐小姐是少帅大人守护之人 谁给你们的勇气去闹事 少帅大人 守护汤婉 陈海 一个人家 婉儿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电话里说的我都听到了 真是厚颜无耻 误会啊 真是误会 我陈家真是不知道 唐婉是少帅气中的人啊 要不 见我们十个胆 我也不敢 得他造次啊 晚了 奉少帅大人之令 陈家鸡犬不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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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被打了 泽宇 什么情况 奶奶 我们的人被打了 一定是林阳 肯定他在从中作梗 北爷这个人 牙字必报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一定会祸及我 既然是林阳得罪的他 那就让林阳去处理 小语啊 倩倩 你们两个 马上去找他 告诉他 如果他不道歉的话 就把他从家谱上除名 我就不认这个孙女 唐小姐 这里太吵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亏了凤凰小姐出手相助 没事就好 大人 陈家父子已全部辅诛 北洪三那边属下 已经派人过去了 您要过去吗 大人 回家再和你解释 你先回去吧 凤凰 跟我走 老东西 敢跟我作对 我让你们一家上下 统统不得好死 弟子 我怎么教出你这个狼心狗肺之人 我现在可是江城的地下皇帝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怎么成的 你心里不清楚吗 不就是使用了一些小手段 把林家给灭了吗 这有什么 三二 回头是爱 我已经向上边举报你了 什么 据报道 多年前江城灭门案 还留有一名遗孤 名叫林阳 杨儿 你是我林家的骄傲 也是我老父最大的骄傲 这样回起来才有意思 死老爷子 等着吧 小畜生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北红酸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吗 小畜生 你还知道什么 爷爷曾在临死之前跟我说过 让我饶你一命 那个老东西凭什么 你又凭什么 你知道我入狱之后 我是怎么过的吗 北红酸 你这一辈子 都只是个懦夫 只有懦夫 才会向弱者回道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凭什么 凭什么 北红酸 你害了少帅大人的父母 害了养你成人的林老爷子 做尽了伤天害理之事 还好意思问凭什么 少帅 你是少帅 他就是少帅 他入狱成了少帅 老东西 你说得对 我这是个废物 少帅大人 北红酸已弃绝身亡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公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我的乖女婿啊 我今天捡了一个东西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呀 林阳 这五年来 你都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 唐婉 你老公是少帅 你老公是少帅呀 姐夫 你太厉害了 我太佩服你了 爸爸 这个送给你 这是爸爸拿到过的 最棒的寻找 林阳 林阳 姐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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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姐夫 你 你就饶了我吧 林阳 你竟然是少帅 林阳 你竟然是少帅 林阳 以前都是奶奶对你们不好 对不起你们 今天求你们原谅奶奶吧 林阳 奶奶给你们跪下了 奶奶 从此以后 婉儿和我跟你们躺下 再无瓜葛 林阳 我们知道错了 二哥他已经疯了 冤将他也死了 求你饶了我们吧 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就不该听信我爹的话 认为是你害了爷爷 爹 我成功了 爹 我成功了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生气啊 林阳 只是一个家住的位置而已 我真的没想那么狠啊 爹 我真的没想那么独啊 二哥 真的是你 你不是说 是林阳害的吗 你 那哥是咱爹啊 你 你 父皇 把他们送到这去 是 爷爷爷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都做到了 是谁 是谁 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辈子 最大的遗憾 就是你 最大的骄傲 也是你 爷爷爷 爷爷 傻孩子 别哭 爷爷 也到时候了 答应我 一 爷爷 我在战区时 经常会有战士牺牲 炼藏师 就会把他们的骨灰 撒下河里 以此来祭奠他们的英灵 爷爷的在天之灵 一定可以看到的 我的领导 你慢点 没事啊 没事啊 别动了胎气 不会的 踢我 踢的就是你 嗯 嗯